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那么时间拖的差不多了 下面我们就赶紧来看看这个大概大是怎么样的吧 哎呦 虽然这个不是我在平时去买的啊 但是我还是看到了超级大礼包 非常nice啊 指环扣对于这个手机完全用不上 读卡器 卡托组合 手机支架 挂绳 全部都用不上啊 我们直接来看手机好吧 这个包装盒看起来也是非常的精致啊 这里有写一些手机的功能 USB移动充电 能当个充电宝可以很强 双卡双待 超长待机 超大喇叭 语音 拨号 超大字体 QQ聊天 还支持内层卡扩展 哇 卧靠 这也太大了吧 再来看一下配价啊 一块电池 电池个头也是超级大 容量为16800毫安时 一个充电头 而且这个充电头还是海尔的 输出功率5V550毫安 也就是5V0.55安 比苹果的慢充还要慢一倍啊 那我这个16800的电池 要充多久才能充满啊 一条microUSB的充电线 最后还有一个东西 看过大哥大的同学 你们有没有觉得 这个大哥大少了电神吗 没错就是这个 天线一根 把它拧上去 现在就是完全体了 好 下面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手机的外观 体积我就不说了 手机正面一个巨大的听筒 2.5英寸的非触摸屏 下面是按键 最下面还有一个摩托罗拉的标志 旁边的小公司麦克风 背部一个巨大的扬声器 下面是电池倉 顶部一个手电筒 机身底部一个USB接口 可以用来给你的其他设备充电 机身右侧 这里还有一个microUSB的充电口 OK那么外观就看到这边 下面我们来开个机吧 我擦 连开机动画还是摩托罗拉的 够复古的牙 而且声音超级大 吓了我一跳 看一下菜单 信息 电话本 通讯中心 多媒体 设置 蓝牙拨号 工具箱 就这么多啊 并没有什么话里胡哨的功能啊 没有什么好玩的 看一下工具箱里面有没有游戏哦 语音助手 充电宝 日历 闹铃 计算器 手电筒 然后就没啦 说好的QQ呢 多媒体里面也没有啊 多媒体里面只有音乐播放器 视频播放器 还有收音机 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功能非常的少啊 就是我们常见的老人机上的功能 所以这个东西 除了用来打个电话 其他的作用比较低 那么我们来试一下 他的通话质量怎么样 好吧 喂 你好 吃饭了吗 请问可以帮我查一下我的话费吗 谢谢哦 好 谢谢你啊 好 再见 可以哦 这个通话声音很清晰 而且也很大声 丝毫不遜一切国际大厂 好吧 再来试一下音乐播放啊 诶 这里刚好有一首试听曲啊 听一下 What the fuck 这声音也太大了吧 而且音质居然还不错 但是其实这种手机的用途 真的是很简单的啊 什么功能都不重要 能打个电话就行 最重要的功能当然是装X啦 你想一下 如果你买一台这种 大哥大 用来当成备用机 打电话的时候 你肯定是整条该最亮的仔 而且还能拿它给你的智能手机充电 想吃核桃的时候 还可以把它当成钻头直接砸啊 那么其实今天呢 我就是单纯的好奇 想买一个大哥大的看一下 因为小时候见过 但是没有玩过 有点怀念 前两天在逛毛宝的时候 偶然间看到了 就买了一台回来 当时其实我也想买一台 大哥大的智能机 但是完全找不到啊 所有的卖大哥大的 都没有安卓系统的 所以就只能买这种 很水的功能机了 现在说实话 除了好玩能装X 其他的什么都没有了 不过还是给好评啊 推荐大家买来玩一下哦 毕竟价格不算贵 200多 买一个能打电话 能装13的充电宝 好像也不错嘛 对吧 好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了 不敢叫大家投币啊 可以的话 同学们点个赞就好了 非常感谢啊 那么我是龙小白 我们下期酷派手机 不见不散 拜拜